所以说不是只有大人才会便秘 小朋友也有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小孩便秘大危机 智商会降低 而且学习力会变差 萧医师 这是真的吗 小孩子便秘跟智力有关系 这个在日本 有位医师他大概长期去观察 小孩子的便秘跟他学习的 中间的关联性 就发觉说确实是便秘的小朋友 他的学习力好像智商会变得比较差 对于环境的适应度 他会变得比较爱哭 比较敏感 有时候变成说反应很差 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假设你便秘的时候 我们大肠会把水分吸干 同时毒素也吸进去 可是这个毒素经过肝脏解毒 可是万一肝脏又没有办法完全 一下太多了解毒不出来 它就全部送出来 送出来除了在皮肤以外 有一个中医很重要 可能会送到脑部 可是我们脑部当然有个叫做 我们在嗶嗶嗶 大人的话这个血脑屏障是很完整的 你毒素要进去有时候不太容易 就是不要忘记 小孩子这部分的发育不够完整 所以当这个毒素进到脑部的时候 就可能会让脑部的整个发展 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偏偏有一件事情 小孩子不会讲 对 他只会哭 他只会闹 对 情绪变得很差 所以大人真的双亲要注意一下小朋友排便的状况 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真的说实在没有自己成年之后 这么注意排便这件事情 然后会觉得排便这件事情好像是脏的 所以就会忍耐 然后在学校也不好意思去 都不敢去 所以大家都有那个经验 就是说学生时期的便秘 其实是比出了社会更严重 对 对 对不对 所以像亚兰 你的小朋友到目前为止 有遇过便秘的状况 我跟妳讲 我女儿跟我同样的情形 发生过一模一样 送急症 真的 我都会想说这是遗传吗 不会吧 因为我女儿很挑食 她很挑食 蔬菜吃得很少 你知道她每天的蔬菜不到一汤匙 我每次都一直强迫她吃 然后我就变成用糙米 那我都跟她说 如果你不吃蔬菜 你水果要多吃 然后之前水果也吃得很少 后来因为挂急诊那一次 她要灌肠 她真的吓到 你知道是我跟我老公 手这样架着她 然后我帮她这样子灌进去 然后她尖叫整个急诊室 全部的人都在看小说 这个是虐待很恐怖 对啊 很恐怖 然后我就说忍住 然后我还把她屁股这样掐住 你知道小孩子都不会控制她 我就把她屁股这样掐住 我说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忍耐我 如果你没有忍耐住 你等一下又要再灌一次 对 然后从此之后 她水果开始吃得很多 然后因为为什么她会 跟我一模一样的情形发生 又去挂急诊 因为她说她在学校 不敢上厕所 为什么不敢上厕所 不好意思 她不是有洁癖 她是说学校的厕所很脏 所以她觉得很臭 她不喜欢在学校上 对 所以变成说她都忍回家 然后忍回家之后又上不出来 对 所以也是一个多礼拜 没上厕所 对 久了之后真的会这样子 真的很可怕 而且她完全专心度都不够 比如说我教她数学 我讲了三遍 她还是听不懂 然后我就整把火要上来 然后她的眼神是很空洞的 因为那一阵子都是这样 对 已经心情很暗转了 对 后来我才发现 可能是因为她真的便秘 所以没有办法有专注力 你知道 因为人有时候便秘的时候 你会昏昏沉沉 对 对 会很难处中 独树在身体发酵的感觉 然后便便排出来之后 哇 清清清爽 真的 然后好开啦 好 所以欣怡 那你的小朋友还那么小啊 因为我们小朋友 她其实以前大病 也是蛮固定的时间 一天可能两次 后来一天一次 后来现在变两天一次 可是她如果有时候啊 她以前在那个保姆家的时候 她吃蔬菜保姆都会 一定要让她吃 那她也就是接受 可是现在到学校去的时候 老师就不太理她 就是没有特别规定 一定她要吃蔬菜 那她就会说 我不吃这个 我不吃那个 开始挑食 可以选择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变成我们要把蔬菜 藏在饭底下 然后送进去她嘴巴里的时候 跟她讲说 你看上面有豆干 因为她爱吃豆干 把豆干放上面 饭放中间 然后下面常常说看不见 她进去就会一直嚼嚼嚼 就没感觉 就是要让这种很 很藏腻的方式 把蔬菜送进去 可是有时候她发现 她就会发现 嗯 这口软软的不对 她就会剁出来 对 你知道小朋友就是会这样 那韋如的处理方法 我跟你讲 小朋友长大之后啊 你要藏什么东西 他绝对都发现 都会发现 对 太精明了 而且还小还可以藏 对 因为我儿子也是不喜欢吃菜 所以我就去买那个 烏糊粉 我就把它和一和 把它跟饭搅在一起 烏糊粉 神不知鬼不觉吧 果然她没发现 可是 对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 为什么她便便还是特别大声 就是她会很用力 嗯 这样子很用力 然后便便掉下一次 会有咚的一声 就是便便是咚的 你沉在水里 对 可是我给她吃无骨粉 里面应该是很多纤维的 我不懂为什么吃无骨粉 可是我觉得好像吃无骨粉 因为它需要再多一点的水分 对 要多喝水 因为它高纤嘛 高纤的话需要多的水分 是 保持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问一下萧医师 是 刚刚向韋如的一个问题 我想很多家长都这样子 小孩子都有一点便秘嘛 那听说便秘的话 就要加很多的纤维纸 然后就煮餐 就开始再改了 改造米饭 改无骨粉等等 结果反而是更加重 小孩子的便秘 为什么 对 我想纤维确实是 我们常常在处理便秘的第一道 对 说先纤维纸增加 可是光纤维不够啦 水分真的还要喝得够多 对 好 有时候你纤维吃了一肚子纤维 他说我每天喝2000cc的水 可是我还是不会上 因为有些人先听 他肠子真的蠕动比较慢 对 像亚兰一样 他给小孩子加水果 就小孩子不吃青菜嘛 那水果多吃一点 有效吗 OK 水果我刚刚还跟杨央 在讨论 水果大部分是 水溶性纤维 可是我们在排便来讲 是 不可容纤维之上效果比较好 所以要蔬菜那种纤维 对 蔬菜那种纤维 会比水果要来得好一点 是 那如果是吃柳丁啊 这种橘子啊 它是不是纤维也比较多吗 对 那就要连那个渣渣一起吃进去 不可以说 不能喝柳丁汁 对 要吃柳丁 外面不是有一个白白的皮吗 那个要吃进去 那个要吃进去 那个就要吃下去 那就是非水溶性纤维 那萧医师 如果说大家真的排便不好啊 那是水果 蔬菜 水啊 都没用 如果给一些什么排便剂这种的 它会不会长期之后变一种依赖不好 会 其实这个是就是我们最不希望去用药 对 因为我每天大概都会有排便不好的人来求诊 用这个肠胃科嘛 我一定先从纤维先来 如果你纤维先增加 蔬菜水果先增加 不行的话益生菌再用 假设还是不行 那么三天没上 这个时候就要用药了 因为三天绝对是一个极限 因为超过三天越更硬 到时候真的要送急诊 对 所以营养师这个天下父母心 而且是妈妈 小孩子不吃青菜不吃水果 就费尽苦心 不过小孩子不吃就不吃 但是你今天要教我们 有一个可以帮助排便的料理 对 谢谢 营养师你今天要教我们的是什么料理 对 我们其实啊 小朋友们都不太爱吃青菜 但是我们主食类可以选一个就是 就是优质的淀粉 南瓜 那如果说家里就是有调理机的话 这个皮就不用削了 就直接把它蒸熟 用调理机打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我们家没有这个调理机 你就把它削皮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煮成南瓜浓汤 那南瓜汤或者是南瓜配料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配料 就是我们把南瓜用完以后 其实像这样子煮完以后 它是软软的 所以用蒸的也可以 对 用蒸的就好 用一个塑胶袋装起来 其实捏一捏 它就变成泥了 对 就很简单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把比如说鸡肉 假设因为看孩子年龄成的大小 所以鸡肉看你决定要丁啊 还是要更细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这样子加进去 就是这样把它煮熟 这样就OK了 所以很简单 这么简单 这就是南瓜糖醬吗 对 这是南瓜泥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做完这个 比较稠的泥以后 比如说假设我有饭 我就变成南瓜饭 我今天如果有面 我就是用个南瓜面 它没有加水的对不对 对 就没有加水的状态 因为这样子对于上班时候妈妈 我们只要一回家就可以立刻用 正好 正好 那你这个东西一锅冷冻 其实也都还OK 我就可以同皮自用 好 那再来它还可以再变化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这个 南瓜浓汤 我加点牛奶 那我就可以变成南瓜浓汤了 那或者是呢 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假设饭 然后我放了这个东西 最后再撒上了这个起司汁 对 就变这样子了 对 那所以我才可以来试试看 好 那小朋友 对于焗烤的 其实都还蛮爱的 真的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另外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方法 甚至其实这个可以跟米一起去蒸 生米一起去蒸 就是南瓜饭 就是真的透了 因为你说像我们要做成南瓜 就是你知道那个餐厅里头 不是有南瓜那个烩饭 那个真的我们 从生米煮到熟有点辛苦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 酒有点酸 对啊 好 那我们再来试试看 那是好好吃 好甜甜的 好好吃喔 所以它本身没有加糖喔 它真的就是那个味道喔 越南越来越多甜的 所以那接下来就是看你们喜欢 比如说假设有青花菜 那就是假设孩子他真的比较挑 你就把青花菜剁碎在这个里头 好 那如果他愿意咬 就是青花菜就是摆在旁边 颜色很漂亮 其实孩子们对于颜色 他都也很在乎喔 而且南瓜这个食材 不只是对抗便秘很有效 它其实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对 它其实有 所以它对于孩子的眼睛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品 老公也很爱 因为怕社会是一个很好的 对 那我们再来讲 所以我们再来讲就是 如果是男生的话 就记得这个里头的子 就不用丢了 你就是直接去用果汁剂 一起调理就可以了这样 谢谢营养师 好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便秘的危机会越来越大 如果家里有长辈的 这一集要特别注意一下 除了大肠癌 肢肠癌 各种病变以外 杰龄 便秘还会带来哪些祸狗 出不来 千万要当心 上过厕所真的 有时候上不出来 对 用性全身的力气是对的 那么当你在用力的时候 你腹部压力会上升 压过下面的血管 整个血压也上来 对 所以很容易中风 对 就不只是心肌梗才对 连中风都没有 好可怕 好可怕